作家周叔近日前透过社群发文 分享了自己的金钱观念 强调自己不吃路边摊 国中开始也不再自己洗头 在交通方面更是要最高级的 因为愿意花钱的人的确能省去不少烦恼 只言如果要有钱就要抛弃省钱这个想法 引发网友的良极反应 女性欧阳靖随后也针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虽然她认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需多做评价 但无法认同路边摊这个观念 她表示吃路边摊是为了感受技术 人情味和文化 而且很多美食如果使用高端的调味料来烹饪 反而会显得多此一举 不仅味道不佳也不合适 欧阳靖还表示 确实摊便宜很容易受以肚子气 但是压抑居然会有人把路边摊和摊便宜划上等号 她也坦言非专业人士发表这样的言论 就会让她心存疑虑 获得不少网友赞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